相恋了四年的女朋友陈月明 我们是大学同学 在大二的时候我们相恋了 我们本来计划的是在三年之后等她研究生毕业 然后我在她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向她求婚 让她称了我的新娘 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 我不得不把这个计划提前 发生什么变化 她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 我不知道剩下的时间会有多少 可以问一下你女朋友的患者病症是什么 就是白血病理中 那你今天来告白 告白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希望给她一审婚礼 然后今天能在大家的见证下 让她成为 我的天宗 感谢 iste工 ádセ工 嘱嘱嘱嘱嘱喂 我爱识 抹着 其失信 你 ora 勿认 从 早 在这对人生之路才起步的年轻人心中 婚姻才是爱情最美的起点 她的父母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很接纳我 虽然说父母不太支持 但是他们说儿子你也大了 你这种事情可以办吗 你今天来求婚 有没有带点特别纪念意义的礼物 我只准备了一个很普通很小的礼物 只有一个伊拉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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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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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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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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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护他 我愿意 同样的问题问到 陈月明 陈月明你是否愿意嫁给张千维希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从今天开始 知道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健康与疚 无论健康与疾病 无论贫穷与富贵 都愿意至死相随地照顾他 我愿意 关心他 我愿意 理解他 我愿意 听名声音乐 听名 在现在这种情况 我只能给你带上这一边